蜀年到 这一只只可爱的小老鼠及灯笼 经过一双巧手 由红包风演变成年味十足的装饰品 张美香是一位家庭主妇 凭瑞琳喜欢研究手工艺品的他发挥创意 将回收物制成各式各样的再生物品 我是看到商人的进食以后 小事不做大事难成 才开始的 资源可以在什么 在循环再使用 可以救地球 张美香投入环保近十年 环保站的回收物是他的灵感来源 我是拿那个铜线 环保站的铜线 这里的猪 那个资源来的老鼠家去做 又可以卖到钱帮助别人做三四 是很有意义的 发挥手工天赋 与身边人结好缘还能改息性 可以静下心来 比较有耐心做手工 脾气很臭的 改变了很多 我真的躲在家里的 没有残忍的 之后进了吃鸡 学习了这么多 见识了这么多 做了那些手工 觉得没有白来啦 这一生 用心就是专业 张美香自学也能成为首作达人 大一新为李婉俊 黄灵顺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